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其实就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市议会大楼遭到俄军炮轰的监视器画面 而这场空袭是发生在当地时间3月1号的早上8点01分 也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停战协商结束之后没多久就遭到空袭 可以看到现场在遭到炮击之后是不断冒出黑烟 而且现场还有不少车辆也遭到波及 事实上除了市议会以外哈尔科夫的住宅区在过去几天也频频遭到俄军的轰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俄罗斯是动用了空爆燃烧弹 也就是俗称炸弹之父的真空弹 在哈尔科夫当地其实现在已经造成了至少有11个人死亡 还有数十人受伤的状况 事实上在谈判结束之后 俄罗斯军队在过去几个小时是持续往基辅来挺进 而根据美军的勤资呢 俄罗斯的军车车队目前距离基辅只剩下25公里左右 而且根据卫星照片呢 军车的车阵是长达64公里 至于俄罗斯的国际文传电讯社是报道 参与首轮协商的俄罗斯代表团目前已经回到莫斯科 将会向总统普京来报告第一轮协商的成果 而大陆中央电视台呢 也在早上采访了参与第一轮协商的白俄罗斯代表 确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预计会在明天 也就是3月2号 当地的3月2号 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界来进行第二度的停战协商 只是乌俄之间对停战的要求是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 所以两个国家二度协商能不能有具体成果 恐怕还需要时间来给答案 主播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